就是沒關係妳不要著急 我們先處理 因為那時候妳人在外地工作 所以妳其實心也會很焦急 他們就是盡量讓我不要太 因為那真的是很突然的事情 他們就是先讓我安心 我可以問一下 就是現在2017年是2016發生的事 現在在講到這件事情 妳心情上面有比較平復跟釋懷了嗎 我到現在還會 留訊息給她 怎麼留啊 就是她也有她的臉書的帳號 比如說過年我就會傳新年快樂 想念她就會寫一些東西 丟到她的訊息裡面 有一次就是前一陣子 就有人毀了一個圖案 好可怕 妳知道我整個人就是一個 我說哇喔 後來我想一想不對啊 是我大姐 投用我媽帳號 然後回給我 可是她沒有講什麼任何話 她就是回一個愛心 或什麼的 其實她 她已經是代表說 是我的媽媽一樣 張婕如母 大姐這一次真的很辛苦 妳剛剛很感傷的說這件事的時候 差點我以為要變成台灣靈異故事 我絕對也滿靈異的 媽 可是我覺得這種方式也是 她想要讓我比較 她想要讓我比較對心比較舒服一點 就是想念的時候我覺得每個人都會有自己找到出口的方法 那家家可能是持續寫訊息給媽媽 然後或者在台下各位你們有自己情感找到一個出口的方式 或許聽音樂也是其中的方法 那接下來要來聽到這首歌 或許也 我不知道是不是適合唱給媽媽聽 因為這首是 還是想念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 很適合 很適合唱給 你想念的人聽 好 這首歌也是Hush的作品 然後你寫的時候是 想著什麼樣子的情境寫的 這首歌有一個 對我來說是有一個 很特別的故事 是我 我2012年的時候已經在咖啡店上班了 然後有一次放比較長的假 我就 那時候剛好跨年吧 快要跨年 我就回屏東 我就會去我以前的學校 我就去我以前在學校透抽菸的地方 然後因為我以前在那邊透抽菸 我就會在那個牆壁上寫字 那就是我的一個秘密基地 然後我2012年那個時候 12要跨13的那一年 回去母校就回去那個抽菸的小弟弟看的時候 我就看那個牆上沒有什麼陌生人的字跡 就是一直好像沒有太多人知道那個地方 然後我就想說好像一個儀式一樣 就在那邊又重新抽了一個煙 然後我就看到我自己在2002年自己寫在牆壁上面的 就寫好像 就是說一個人跨年也不是什麼 什麼了不起的事情 就是說跨年這件事情沒什麼 你知道那時候為了跨年 然後自己一個人為了這種事情在憂傷 然後我覺得我在12年的時候回去看到我02年的字 我就覺得那個字還是很完整的被封印在那個牆壁上面 然後我就想到自己以前高中其實是過得很不快樂很憂鬱的一個少年 然後你就突然覺得 你突然感覺到10年有多長 然後你就突然感覺到好像當初透過那個字被封印在那個牆壁上的那個憂鬱的自己 在10年之後你回去告訴你自己說 沒事的有一天都會好起來的 就是那個感觸是很深的 我就覺得我第一次感覺10年的作用力是那麼的強 然後覺得好像自己10年之後已經走到不一樣的地方 回過頭去釋放那個10年前的自己 我覺得那個事情是很療癒的 但我就回到家大哭了一場 我覺得那個感受很複雜 然後我就想到了這首歌 就寫了這首歌 其實我覺得人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就是你永遠不知道過去那一個可能過不了的關 或卡在那邊的結 你會在哪一年什麼時刻用什麼方式跟你自己和解 然後我想你在當時2012年也不會想到你用這樣的方式 跟自己小時候的你在面對面 那家家有透過這首歌曲 曾經也因為這首歌 然後演唱的過程當中 跟過去什麼樣沒有辦法面對的自己的那個時刻告別嗎 其實我聽了他的故事之後 我有試著去想像 我也回到我的學校去 我想回到的那個時刻 然後我 因為我是一個很愛想像的人 我覺得我去 我去 去試想著那個校舍啊 然後所有的東西 我發現那個小小的我 就是蹦蹦跳跳的 可能在那個洗手台洗過腳 可能在那個地方種過玉米 可能在什麼當秋千上面 就是晃了一陣子 我覺得很開心 看到那個小小的自己 所以我不選擇去釋放他 我想讓他留在哪裡 因為他很快樂 哇 你剛剛在講的時候 我瞬間也有回想到我自己 小時候的某一些畫面 其實我今天就是 又特別看了這首歌 然後再配上MV 我是自己